继德国自然主义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印象派及象征主义 这个时期大约是介于 这40年当中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历史背景 我们要先谈到的第一个 历史上的时代 就是所谓的威廉时期 那威廉时期是指的是 1890年到1918年之中 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开始呢 威廉二世 Vichem des Vite 他在1888年的时候那一年上位 然后两年之后 他让Otto von Bismarck 也就是铁血宰相 他退休 那退休之后 他就可以完全执政 这一段时间开始 一直到1918年 这一年也就是一战结束 那威廉二世他为了替一战 战败负责 所以他只好被迫下台 好 这个到目前为止是解释 所谓的Vichemnichenside Act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威廉二世 他在他上执政的时期 他推行了一个新的殖民政策 也就是他认为 德国要确保在太阳底下 有一席之地 Platse an der Sonnen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表示 他希望德国有足够的殖民地 那为了这个目的 他也大量的整顿他的军队 尤其是海军 我们稍微谈一下欧洲的殖民主义 欧洲殖民主义 基本上是从15世纪的葡萄牙开始 葡萄牙首先占领了南美洲 一些土地之后 西班牙也加入这个殖民行列 西班牙跟葡萄牙一起占领了 中东 非洲 印度 还有东亚 一直到16世纪的时候 英国 法国和荷兰 也陆续加入这个殖民行列 然后他们也占领了 现在的北美和澳洲等地 直到19世纪 大英帝国 光光就大英帝国一个国家 他就已经占领了全球 大约1%的土地 那这时候 威廉二世他认为 德国是一个强国 他也应该要有一些殖民地 也就是因此他在19世纪末的时候 他就加入了这个殖民行列 德意志帝国兴起 也和奥匈帝国在欧洲 逐渐事实有关 那1866年 有一场所谓的 普澳战争 那普澳战争顾名思义 就是普鲁士和澳地的战争 这是一场 因为瓜分丹麦土地不愉快 所引起的战争 普鲁士战胜之后 他就取代了奥地利 在德西尔坤的领导地位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德西尔坤 德西尔坤 德意志帮连 他是1806年 神圣罗马帝国 被废除之后 那个时候为了要解决 日尔曼邦国的问题 所以在1815年 由奥地利首相 Maitenich为首的 维也纳会议之后 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 当时欧洲战争不断 Militarismus und Untertanengeist berdinten in erheblichen master die politische Kultur der Zeit 于是军国主义 和顺民精神 在很大的程度上 就操控了 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 那什么叫做 Wuntertanengeist 顺民精神呢 这个词是指 崇尚普鲁士精神的人民 他们放弃个人意志 思想行为完全顺从 皇帝或国家的指定 而所谓的普鲁士精神 在某个程度上 有强烈的民族主义 和军国主义色彩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这个是在一战结束之前的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它最北是也到丹麦 然后它向东是延伸到波兰以及部分的俄国 在一战结束前 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约有45万平方公里 接下来我们要谈到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 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危机 地下来自帝国的灵状 地下来自帝国的灵状 这一段再讲 国家沙文主义及不宽容 影响支配了当时的时代氛围 道德层面上 例如说忠诚 Toyer 及爱国主义 Faterlands Lieber 它居然有了个丑恶及激进的 附加意义 那时候 为了要展现对家乡土地的热爱 当时人们认为 必须要对邻国露出牙齿 也就是 他们必须要像动物一样 展现出凶狠的一面 透过战争手段 或威胁恐吓邻国 那激进的爱国主义 也就是aggressive patriotismos 在当时就成了一种普世现象 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shafinismus 就是这个词 shafinismus 沙文主义 它的英文叫做shafinism Jungernism 原指极端的 不合理的 过分的爱国主义 因此它也是一种民族主义 如今的狠眼 南瓜对其他领域 主要指 盲目热爱自己所处的团体 并经常向其他团体 怀有恶意及仇恨 Literatur der Jahrhundert genannt bezeichnete eine künstlerische Bewegung in der Zeit von etwa 1890 bis 1914 es war eine künstlerische Bewegung die den künstlerischen Verfahrt zum ihren Objektenmarkt Vandesecker 世纪末这个词 又称为 堕落主义 Decadentismus 它是一个文学运动 风行于 1890到1914年之间 也就是在一战前 它是一种文化运动 那这种运动 那这种运动将文化堕落的现象 kulturale verfahr 作为他们的课题 在一战前的这段时间 人们意识到 一个时代 已经彻底的结束了 Sigmund Freud L Foster di Histerly 学术上 弗洛伊德 他开始研究 歇斯底里 也就是这个字 Histerly Histerly 指的是一种 无法控制的感情发泄 这个字 源自于拉丁文 Histerla 它指的是 女性的子宫 当时这种病 被认为是 由于子宫扰动引起的 也就是不安分的子宫 在体内四处游走 造成情绪失控 19世纪前 认为这种病 只有透过怀孕 才能够治愈 但是弗洛伊德 认为这是一种 精神问题 而非生理问题 Die Industrialisierung 教堂也失去了 对人们的影响力 而无所不在的国家主义 也引发了许多争端 结束核心的开始 末世及危机意识 其实这张PPT 也是在延续上一张 我们的主题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会产生与自然主义 对立的思想 还有他们到底 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作家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 形塑成一种 有意识展现的 艺术家存在感 例如说 维也纳现代派的 作家团体 或者是 在慕尼黑 以诗人 Stefan-Georg 为首的一个团体 Kritid and Naturalismus 那他们是如何 批判自然主义的呢 Philosophisch und Psychologisch gegen Naturwissenschaftlich Objekt 这时候的作家 他们着重以 哲学思维和心理层面 也就是他们强调主观性 用以对抗自然主义的 科学客观性 Prima des Inhards Prima des Inhards 就是强调内容 在这个时期 有两个很伟大的哲学家 他们的思想 同样影响了整个时代潮流 阿托r Schopenhauer 舒本华 他的Pessimistische Lebensphilosophie 悲观的人生哲学 以及 Fritz de Nietzsche God is taught De Europatia Nihilismus 以及 尼采德 他大声呼喊 God is taught 他认为基督宗教 是一种虚伪的宗教 因为他们 只着重来世的生活 而不重视现实的生活 所以他认为 要以 精神意志 来克服这种虚无的状况 给予生命意义 接下来我们要 再介绍一个 Ernst Macht 他是一个奥地利的物理学家 同时也是一个周学家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Macht 他认为 要能够掌握真理 只能透过内在的经验 内在的经验 才能够看出 事物背后的关联性 接着我们来谈一谈 Ernst Schopenhauer 他的悲观生命哲学的中心思想 舒本华他认为 意志 也就是所谓的Leader 只有在行为活动中使自己现身 事实上 他应该被理解为 某种无法意志的冲动 确切地说 就是一种盲目的冲动 某种非理性的欲求 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这种盲目的冲动 一切活动都是使我们感到自由的假象 意志是一种不能被克服的东西 那舒本华认为被意志所支配 最终只会带来虚无和痛苦 他对于心灵屈从于器官 欲望和冲动 以至于压抑扭曲的理解 启发了日后的精神分析学 及心理学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个奥地利作家 每个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 作家们面临着一个问题 如何将个人的经验 透过艺术的语言表达方式 赋予真实的特质 作家们他们的怀疑 指向了日常使用的语言 还有科学的语言 以及语言的目的性 也就是表示 他们认为现有的语言使用方式 已不足以用来表达 他们的艺术思想 失意的真实性 需要一个属于自己失意的语言 Angeregt durch die Symbolisten vor allem Frankreich Charles Baudelaire Stephen Malamé Arthur Rimbaud entwarfen Georg Hoffmannstadt und Rilke eine Literatur in der irrationale oder imaginäre Erfahrungen durch die künstlerische Form zu simbolisten des Lebens zusammenhans werden sollen 德国的三个诗人 Georg Hoffmannstadt 还有 Rilke 他们经由象征派的作家 尤其是 法国作家 这个 Baudelaire Malamé 还有 Rimbaud 他们的刺激 他们自己也 拟定了一种文学流派 然后这种文学 在这种文学当中 非理性的 irrationale 或者是 想象的经验 immaginäre erfagungen 他们应该要能够 透过 艺术的形式 而成为生活的象征 这是其开始的 新的一种潟流 Imprecisionismus 印象主义 Imprecisionismus stand von dem latanischen Wort Impressio und bedeutet Andruck Er ist eine Bezeichnung für eine zwischen 1890 und 1920 verbreitete Literatur die sich auf die sprachliche Gestaltung Augenblick auf der Erfindungen konzentrierte 印象主义 来自于 拉丁文 Imprecision 然后这个意思 也就是 Eindruck 印象这个词 他用来称呼 在1890到1920年之间 一种广泛流传的 文学潮流 他专注在 能表达 瞬间感受的 语言形式 瞬间感受的 语言形式 Es geht und das hier und jetzt Weder die Vergangenheit noch die Zukunft sind wir das Werk von Bedeutung 这种文学 他关注的重点是 这里和现在 也就是 此时 此刻 过去 和未来 对这类作品 没有任何意义 这类作品 律律的Pinxelführung Linien werden nicht durchgezogen sondern nur angedeutet Das Bier setzt sich 为 den Betragte erst mit etwas Abstand zu einem Gesamteindruck Zusammen 绘画中 事物被 粗略非要的笔触 刻画出来 线条它不会 以一笔到底 而是只被勾勒出来 对于看画的观众而言 首先得和这幅画 有点距离 才能获得画的整体印象 印象派的风格概念 其实来自于 19世纪 法国印象派画家 Cloud Monet 左图 就是它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Impression Zonen of Gun 也就是所谓的 日出印象 那右边这幅画 是所谓的 点彩画派 也就是 Pointilismus 也有人将点彩画派 称作 晚期的印象画派 merkmale des literarischen Impressionismus 文学印象派 中文学印象派 这些词词词词词词词 能尽量还原个人印象的方式 对此 他们要掌握住心灵的情感波动 以及一众即逝的瞬间 也就是他们要还原五官的感受 那诗就是他们偏好的文学表达方式 他们强调要回归到主观性和个人主义 印象派的主题有以下这几种 例如说 表象世界的生活 enabled in a shrine field 逃离现实 an fruit for their reality 以及心理活动过程的主观现实 subjektive reality psychologische vorgänger 我的主观性 在这种文学流派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这种文学流派 不在着重自然主义强调的客观性 而是为了要探索表达出 个人主观的感受 除了印象主义 impositionismus 差不多在同时 也有个新的主义引领潮流 symbolismus 象征主义 这个潮流大约是 在1885到1920年之间 有些作家 受够了自然主义文学中 过多的描述日常生活 也就因此产生了相反的流派 这些作家 他们单纯只想当作家 而不是化身为改变世界的人 他们尝试要 藉由语言 重新找回美感 此外 他们认为 文学不应该只是 单纯的模仿大自然 也就像自然主义 他们强调的一样 而文学应该是一种 纯粹的语言艺术 也就是 Heinevot Kunst 艺术被他们视为是一种 有一套自己尊重的世界 一篇文章的文章 一篇文章的文章 可以来强调 这种立场 也就是法文的 La Pula 德文的意思就是 纯粹为了艺术而艺术 那后面这两个句子的意思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 艺术只为了艺术而存在 文学的象征主义 也是受到艺术发展 尤其是绘画流派的影响 这张PPT上的两幅画 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画家 左手边是 Arnold Böckling的 The Toten Insert 死亡之导 右边的则是 Gustav Kling 他的画 Adelle Brockbauer 爱戴尔的画像 Symbol als stillmitte Symbol这个字 象征或是符号 它被视为是一种 修辞的方式 Für die französischen Symbolisten Erfüßt sich Ensicht Das Symbol Als ein Ganzes Als ein stilltechnisches Element Weljes Die Ganzheit Der künstlerischen Abbildung DerWelt Gemäß Den Ästhetischen Idealen Ermöglicht Daher Is das Symbol Obvor Es als Subjektive Andruck Erscheint Ars anheitlich Bedeutsames Stirmmitte Anzusehen 对于法国的 象征主义者而言 Welje Fuha 象征 Symbol 这个东西 能代表 完整性的概念 它是一种 表现 风格技巧的成分 它能依据 美学的理想 实现 艺术化世界的 整体性 象征跟 Fuha 尽管它看起来 是一种 主观的印象 但它之后 也被 共同视为 是一种 重要的 修辞方式 的 他们从真实世界的片段 真实世界片段就是 Brukschtiker der Alenbert 创造出象征符号 以及所谓的批语 Zinbierder 这个字的意思是比喻或是批语 他们将这些象征符号 比喻、批语 重新安排、重新组合 认为应该能产生出一个美的世界 尤其是能够得出一个理想的美学 也通常是带着宗教意味的完美性 美学的真实性 它不会被直接的描述出来 而是透过象征符号而被唤起的 最后我们来谈谈 文学象征主义的特征有哪些 作品应该要能够掌握 味道、geluch、音韵、klang、色彩、farbe 和字的意义 Zin eines Voters 即与这个字的相近意义 Dinare Bedeutung des Voters Dabei spielt auf die gesteigerte Musikalität des Gedichts eine große Rolle in der symbolistische Poesie 此外被强化的 音乐性的诗 通常在象征主义当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Die Dichtungen des Symbolismus sind oft schwer zugänglich und rätselhaft 相当做一个状态 通常很难懂 schwer zugäng 而且中文明양的色彩 rätselhaft Die Werke haben auch eine Tendenz zur Flucht in einer idealisierte Gegenwelt die der Realität einer Utopie entgegenhält 象征主义 作品 所描绘的内容 倾向逃避道与 现实相反 类似乌托邦的理想世界 und die Dichtungen des Symbolismus